环保站对于大人小孩来说是不同的学习殿堂 在马来西亚沙登大雪岭慈祭环保站 每个星期都会开放两个晚上的时间 让大人小孩从做环保当中体验不同的乐趣和意义 夜幕低垂 灯火通明的沙登大雪岭慈祭环保站才刚开始苏醒 卸下白天的负担 做环保 迁起社区情 多样化的回收过程激发小朋友对环保的兴趣 也让他们找到另一个发挥自我价值的平台 记住那个重量 那他觉得开始他不敢 他说我不会 我说不用紧 我来陪伴你 我慢慢来教你 那他开始有信心的 那刚才他还跟我说 师姑 我下一次还要来 如果我们要回收那个纸的话 我们是先把纸 把它放倒一点水下去 然后这样子把它搞 搞 搞 环保站也是大人们的学堂 素食料理示范是他们的最爱 要是金黄色就好了 看你自己怎样拿捏了 环保站的功用除了是要就是鼓励大家做环保 然后也是我们一个菩萨大早神的一个地方 就是要邀约多一点人哦 大爱新闻这下美志工 许国进 马来西亚报道